哈啰,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Rex 上集, 跟大家開箱在台湾的新鄉居 今天,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介紹 在台灣租倆去的小秘訣和小知識 在講小秘訣和小知識之前 我想講講我現在租的這個單位 我現在租的這個單位位於高雄市鹽城區 大概月租7400元 一房三廳六八七的設計 老實說這個價錢在台灣 甚至是高雄來講 都是相當便宜的價錢 到底要怎樣才找到一間這麼便宜 質素有尚算不錯的房子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影片吧 Go 來到台灣租屋最常用的網站 其實都是591租屋 按入網站之後 第一樣要做的事是選擇你身處的位置 我現在身處高雄市 所以就會選擇高雄市 然後一直在看有很多不同樓盤的時候 我想提醒各位讀者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留意一下 你現在這個樓盤是由中介 還是由屋主親自放租的 好像這個樓盤 又寫明是中介放租的 也有說明不收服務費 有些樓盤可能要收服務費 所以你之前也要先問清楚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樓盤 就是由屋主自己放上去的 屋主很多時候都不需要收服務費 所以在這個樓盤上 你又可以省些少錢 好,現在跟大家玩一玩 591內的租金分類功能 我現在設置了5-1萬元 整層住家的單位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了很多不同樓盤 可以選擇 其中一個樓盤 之前都有一直留意開的 它亦由屋主親自出租 而不是中介 不需要收服務費 不過上去看後 就發現不太適合我們 所以我們最後沒有選擇這個單位 接下來要看的單位 其實就是由中介放出來 他們通常會收取半個月 到一個月的服務費 你可以看到 相片拍到這個樓盤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實際是這樣 去看樓的時候 中介樓 特別要多加注意 接下來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就說自己是5樓 但它又沒有標明自己是否定家 即是香港所謂的僭建單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懷疑呢? 因為它的室內是用了假天花 很多時候假天花都是定家的單位 那定家單位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就是夏天特別熱 雨天可能會流水 如果要看定家樓 大家就要小心這件事 好 看完整層住家之後 我們又可以來看看社會新鮮人 又或者學生最喜歡的獨立套房 接下來會選兩個單位給大家看 第一個單位 就是真正的獨立套房 是在左營的 為什麼會說它是真正的獨立套房呢? 因為其實 待會你可以看到它的門 是很實心 綠色實心的門 通常獨立套房的定義 都是需要有獨立的門牌 才可以叫自己獨立套房 這個我相信是真正正的獨立套房 而且2元一道電 是相當便宜的 在出租屋裡面 因為多數都是收5元一道電的 接下來要看這個套房 就是假獨立套房 因為我會說它是假 因為它對門 不是有獨立政府發給你的門牌 只是一棟樓裡面 劏開的一間房 其實某程度上 它應該叫分租套房 而不可以稱之為獨立套房 好,接著要說 就是第三類的瓦房 瓦房的好處 通常都是比較便宜 因為你只是租近 整個大單位裡面的其中一個房間 也意味著 你需要和其他房客 去share toilet 廚房 大廳 這些公共設施 最大的好處就是價格便宜 不過 就可能要犧牲少少少私隱性 說完591之後 我會想和大家說說 Facebook上不同的出租專屬社團 其實在Facebook上 都是可以找到樓來租 好像這一類的群組 就會有不同的準租客 在上面打值的要求 然後希望遇到適合的房東 而也有房東 會在上面找不同的租客 分享自己的房屋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樓量都很大 所以如果在591找到 找到沒有頭緒的時候 不妨來Facebook看一看 而且Facebook這裡的好處就是 相對地 相對地 這個中介的數量會比較少 不需要比中介費 這個是相當之好的好處 那法文通常有一個標準模式 你可以看到 會說自己想要房型 多少人住 電費希望多少錢 租金希望多少錢 有沒有獨立電錶 有適合的呢 通常他們都會在你的法文之下留言 告訴你 希望你去接觸他們 是這樣的 好 講完這條講解片之後 已經是凌晨14時半 我現在唯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立即去睡覺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還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知道的 就在Facebook或者YouTube下面 留個comment給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